看看目前的这个伤痕 这个裂缝啊 我们怎么去缝缝补补 接下来我们听听三位老师的建议 好不好 来 影子有请 千万不要没有给孩子商量好之前 就突然在这个孩子的世界里面消失了 父母应该跟孩子好好的耐心的商量 跟他讲 爸爸妈妈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要暂时离开多长的时间 而且我保证那个时间之后妈妈会回来 如果当时您的每一次离开都是这样 来跟刘斌大哥有一个这样的交代的话 他的伤痕会没有那么重 刘斌大哥 一切过往皆是序章 我希望你可以早日走出童年的阴影 童年的创伤 我希望你接下来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是为了向任何人证明自己 我希望你今后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都是关注于你现在的家庭 爱身边的家人 好吗 谢谢老师 其实一个有家到没家到找到家又没家又找到家 其实从这个逻辑上来看 你的爸爸妈妈何尝又不是这样子呢 他也在疗伤 我相信妈妈也吃了很多的苦 妈妈不是特别一个会表达情感的人 所以即使他有母爱他不太会表达 所以你就接受不到 说实话在以往的时代里面 不会教育的爸爸妈妈太多了 所以你不能用现在的这种 爸爸妈妈的教育孩子的方式 去衡量曾经的爸爸妈妈 但是他根本就不懂 所以我相信妈妈也会后悔 当时我要懂一点的话 我不会对孩子这样子 所以说选择原谅 原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药 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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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礼物是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收到过第一个礼物 也是这一辈子收到最后的一个礼物 谢谢 很开心看到这一幕 你们越来越好 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的 我估计可能已经打动了我们的线上的50位云端小伙伴了 谢谢 梦想有没有可能实现要靠这50位了 来 三 二 一 计时 开始 恭喜他们挑战成功 谢谢 谢谢 吃饭了 吃饭了